解教師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了解教師電台 我是Alan 我是Lina 我是Yumi 又回到我們的解教師系列的主題 那我們上集主要是跟大家聊就是 Making teaching visible 讓教學被看見是什麼 其實在台灣的教育現場早就已經有 Making Teaching Visible這個概念的出現 只是很少人發現 那Alan知道在哪裡嗎? 今天我們就要來和大家更深入的聊一聊 這個MTV的精神到底在台灣的教學現場中 該怎麼樣的去體現出來 那他們是又用什麼樣的方式建立親師溝通呢? 我們的DFC種子教師 就是世豪主任他呢 就是有跟我們分享說 家長會很想要了解課程內容 包含DFC學習法課程 然後主任他就會將課程計畫提供給家長 然後告訴家長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也會於班親會的時候和家長分享 歷年參與這堂課程的孩子的一些成果 讓他們能夠具體的了解教學的理念以及目標 那像是雅惠老師啊 他也會在就是班親會的時候 說明他的整個教學的整學期的理念 也會跟家長警示到說 欸DFC像這個課程的比較新 那要怎麼樣子去可以讓家長可以知道說 他們他在這學期孩子可以學到什麼 那他的教學目標又是什麼 他可以藉此把他的教學理念透過這個機會 還有這個場合可以跟家長去來說更清楚這樣子 那他自己其實也有說到說 如果自己沒有在事前把這樣的教學計畫 要好好的去把他想過一輪的話 他其實也會很焦慮 那所以他甚至還會懷疑自己的教學專業 剛剛前面兩位DFC總子教師的分享 其實都可以再扣合回到 就是接下來這一位微分主任的分享 那微分主任呢 現在他們孩子們執行DFC課程大概都是在六年級的時候 並利用社會課以及綜合課的時間 那在這個課程的規劃下 他們老師會先透過家長日這個 比較可以聚集家長來做溝通的一個時間 然後告訴老師說他們設計這樣的課程的目的 以及接下來需要家長配合的包括 像是因為擔心家長會有一些不理解 或是誤會說老師怎麼都帶孩子們到社區去走走啊 去做訪談好像都沒有待在教室裡上課 所以為了要化解這一些誤會 或是讓家長的這些不安全感也不會耽誤 要確認這樣子的課程不會耽誤到孩子在學習知識上的時間 所以老師就會趁這一段期間去跟家長們做溝通以及配合 那其實家長們也都很支持老師這樣 在了解老師這樣的課程設計之後 也都是很支持的 那只是透過家長日這樣子可以讓家長們有心理準備 那也可以盡力的來配合老師來執行這樣子的課程 根據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案例 會發現其實在台灣MTV比較常見的做法是透過家長日啊 或是通訊軟體群組等做溝通 然後往往這樣的溝通與理解後會發現 其實家長會很感謝老師是如此用心的為孩子的學習而努力 這次教師節的特別企劃呢 我們同步在向廣大的聽眾和觀眾們蒐集故事 那些年我們與老師的事 那這邊我們想來邀請團隊的好夥伴Hannah 然後來請她分享她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嗨大家好我是Hannah 很開心可以參與這次可愛的教師節小企劃 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和老師的故事 那講到印象最深刻的老師呢 就一定要提這一位我國小六年級的老師 當年她接了我們的後母班 所謂的後母班呢 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一個老師代班是代兩年嘛 然後我們五年級的那位老師剛好就代完一年之後 因為一些自己的原因就離開了 所以六年級那位老師就成了我們的後母這樣子 那她剛接我們班的時候呢 因為前一個老師漂亮溫柔又可愛 我們超級喜歡她 所以呢一開始換這個新老師就沒有那麼適應 她就花了一些時間來鎮壓我們 就是比較兇一點啊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呢 我很要好的朋友就被她兇了 那身為一個自以為正義的六年級小女孩 我就覺得欺負我的朋友怎麼可以 所以我就用了很多其實現在想起來很幼稚的方式整她 比如說 喔像是呢小學不是都要寫那個作業簿嗎 就是那個生字本嘛加本儀本這樣 然後上面不是都會有那個寫國字跟註音的地方 你還記得嗎 有我記得 然後通常就是給你那個格子就是要你寫那個大小嘛 可是因為我故意想要整老師 我就會把字寫得超級小 真的是超級小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大概是螞蟻一般的大小 然後老師就在那個生字本的評語上面寫說 字寫太小了 我就覺得整到她超級開心這樣子 是不是很幼稚 超級 然後而且這就是只是我幼稚心境 然後整她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 對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這個老師讓我印象深刻呢 因為一般老師應該很討厭像我這樣 自以為正義有幼稚的學生 是吧 如果是你應該覺得超討厭 絕對 但是呢 那個老師在寫給我的其末評語上面 他形容我是一個責善固執的人 那其實我自己心裡知道 當時真的就只是幼稚而已 可是後來這四個字呢 不知不覺就影響我很深 在我往後的人生道路上 有需要做選擇的時候 我都會想到這一句話 而且我會不斷地提醒自己 要成為一個折善固執的人 欸不得不說你的老師那時候很有智慧 而且他居然給你折善固執這麼委婉的評語 喔講到這個 其實我後來在跟他聊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他跟我說 他當時寫這個評語的時候是真心的 而且他是真的認為我是這樣的人 他有看見我這個特質 哇 那你們現在還有聯繫嗎 有啊有啊 就是你知道我在加入協會之前在當老師嘛 然後其實後來我會決定去當老師 其實應該有受到演他的影像 而且我一直覺得 他讓我很感動的是我們的 關係從師生變成教育夥伴的感覺 就是我之前在教書的時候 我會在自己的臉書上面放一些教學日記 然後裡面會提到一些教學上 遇到的困難或是我自己的反思 他都會很真誠地回應我 像是他會說 我就知道如果是你一定做得到 天啊 我是還是能有你當他們的老師很幸運之類的 讓我覺得很被鼓勵這樣 講一講我自己真的起雞皮疙瘩 我覺得真的 對真的 就我覺得他對我一直有很深的相信 那他一直相信我就是一個善良的孩子 我發現這個相信對我好重要 後來我在成為老師之後 我也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待我的孩子 去選擇看見跟相信他們的善良 哇真的非常感謝Hannah的分享 超級精彩 而且其實聽完你的故事後 我覺得很感動耶 因為你的老師那時候很早就看到你的個人特質 而且也看到這樣的特質未來可以怎樣去發揮 那他期待你的眼光 真的讓你也選擇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而且你還傳承下去 用他相信你的眼光去相信你的孩子 欸這其實就像我們心偉常說的那句話 想看見什麼樣的孩子先成為那樣的大人 因為其實孩子身邊的大人也就是老師 那帶給孩子的影響 真的就是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深很多耶 真的真的 好啊那最後我們真的非常感謝Hannah的幫我們分享 感謝大家收聽我們的Podcast到最後 那希望讓大家可以更知道說 這個MTV的精神可以怎麼樣的被落實在教育的現場中 那也邀請身為家長的你 我們這邊想要鼓勵你們可以多多參與這個 親師座談會的活動 那你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還有場合啊 可以更理解說老師他們的課程規劃 還有教學理念 那也可以看看他們的你們的孩子啊 他的成果以及就是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跟老師們鼓勵 那也可以更了解他們這樣 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按照慣例要來跟大家工商一下 這一次教師節的特別企劃呢 我們正在跟廣大的觀眾以及聽眾們募集 屬於你們和老師們那些年的故事 那這邊呢我們鼓勵大家可以到我們的粉絲 專業填寫表單並投稿 凡是投稿的觀眾呢 都有機會可以獲得這次特別由遠流出版社提供的 改變我們如何學習的科學 GRASP MIT有效學習實踐的這一本書 歡迎這次募集想跟想邀請大家跟我們分享你生命中影響你最深或最感謝的老師 那無論你們是否仍舊保持聯繫 如果他曾經帶給你難忘的學習經驗 我們都很歡迎你跟我們分享這樣的故事 所以呢透過這一次的了解教師特別企劃呢 我們想要邀請你來跟老師們說說你的感謝 或是呢提供你的鼓勵與支持給他們 如果有任何的回饋想要告訴我們的話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臉書粉專上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不是說你的話 我們可以做個比賽 我們去吃吧 可能可以做一個比賽 一個比賽的比賽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比賽